音乐 说解遗憾至于心灵让幸福来敲门 大家好 这里是解遗之家 我是你们的解遗好友莎娜 我是解遗好友新唐敏娜 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封蓝信 新的内容是这么写的 我一直想让爸爸再找个老伴 但是爸爸却总催我找对象 我们爷俩也算相依为命十多年了 我觉得我懂事很早 希望爸爸不要什么事都为我操心 多想想自己以后幸福的生活 这看来父子俩都催对方 咱们这样请他们俩一起来聊聊 为什么总催对方找对象 但自己缺不着 来 我们有请今天的主人公 马文浩 有请 你好文浩 欢迎你 来 请坐 文浩给我们写的信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我爸应该找个老伴 但是爸爸却总催我 你们俩是怎么个互催吧 因为这个从小母亲就去世的早嘛 从我工作开始 一直就是我们分开住了嘛 有时候她担心我 我担心她的 就是我催她 她催我 她催我呢 希望我早点成个家 好像她抱孙子 我催她呢 是因为她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和一个姐姐也不放心 姐姐比你大多少呀 比我大十二多岁吧 不放心 为什么没有想过 把父亲接到身边来呢 因为我和姐姐工作都很忙嘛 其实我和我姐姐对父亲是 不论我们谁有时间吧 都会回家陪她 包括在家里 陪她吃 陪她住 一起坐在客厅看个电视 一起闹了心里话 主要是我和姐姐的工作 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吧 一出差就出差好几天 光说给父亲打个电话 吃饭了吗 今天天冷 穿得暖一些 说实话心里还是不放心的 毕竟年龄也快六十了 我看心里面说妈妈很早就离开你们了 嗯 妈妈是在你多大的时候走的呀 在我七周岁的时候 是生病走的 嗯 按说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会有很多人来帮您父亲介绍对象了吧 是 刚母亲走了三年之后吧 就陆陆续续的 好多我父亲的朋友啊 或者我们的邻居啊 就开始给我父亲介绍对象了 为什么没答应 当时我姐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嘛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太小 因为当时生活在村里面 哎呀 都说有了这个后妈 有了后爹了 就一直没找 就怕我当时受一点委屈啊 她自己也说 你说我要真给你找了个后妈 她审你一句打你一下的 我心里边也是难过 就感觉心里边 对不起你天堂的妈妈一样 您有想过比如让父亲找一位阿姨 可以这样能够给自己一点母爱 哪怕不能够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好 但也好歹可以代替一点母爱 是 有劝爸爸吗 也劝过 最多的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过年的时候吃团圣饭的时候 包括我父亲也说 本来以前挺好的一个家庭 对 你看你妈妈把你们俩扔给我了 她自己走了 想扶去了 当时我就说 你找一个我们不还有母爱吗 但是她一直坚信自己的那个想法 她就是不找 妈妈离开对你 你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应该说我那个年纪 正好是被父母宠爱的时候 爸爸穷坐妈妈陪着出去玩啊 什么的 因为我那时候刚上一年级嘛 我们村里边自己骑自行车去上学 我们那一个妈妈几乎就我自己 放了学自己一个人骑车回家 其他的都有爸爸或者是妈妈接 当时心里边太羡慕了 你们父亲在外面打工嘛 晚上我到家之后 他还得过两三个小时才到家了 晚上他再做饭 但是我也写完作业了 所以爸爸这些年真的是拉扯你们姐弟俩长大挺不容易的一个人 没错 心疼爸爸 可能就觉得有个人照顾爸爸 你能放心点 对 那当年大一些了 比如他会觉得我儿子已经不会再被人欺负得着了 在这个时候怎么没有想去有个老伴呢 80%吧 是因为我的原因 其实呢也是他跟我母亲的感情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深的 没人能代替妈妈的位置 对 咱们把爸爸请上来一起聊聊 我想听听爸爸真正内心的声音是什么样 就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长 那我们就有请文浩的爸爸上场 好吧 来有请满先生 欢迎您 你好准备 你好满先生 你好 请坐 我发现儿子好像长得不太像爸爸 像妈妈吗 应该是不是像妈妈 对对对 姐姐长得像您是吧 对 她姐姐像我 那个文浩现在会经常去翻跟妈妈的合影 会看看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吗 会 我手机里边一直存着我母亲的照片 是从我18岁那天吧 我跟我生日那天 就是心里边 特别不是滋味 但是我就回到了家了 但是我父亲在外工作嘛 我就翻开我们家有个小纸盒 那里边全是我们家以前的照片 嗯 然后我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忽然就看到了一张 我跟我妈妈的合影 是我们单独的 当时我还在会儿里边抱着 哦 那正是我满月的时候 之后我看了那张合影 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下来了 那是我和我妈妈的第一张合影 也是最后一张 是不是妈妈过世这个事情 对爸爸的打击特别的大 对 从我和她妈妈结婚以后 嗯 日子过得都非常艰苦 那几年嘛 刚见起色 日子刚好 她妈妈得病了 那个 别的病还好 说得了个不治治症 癌症 文浩的母亲走了之后 您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 您觉得最难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最难的时候 好像是我那一次 壳子特别严重 脸憋得痛红 外面咔血 哎呦 那时候我母亲 好像在医院正化疗吧 对对对 你母亲正在医院化疗 做化疗 她在家跟着她姐姐 我在医院一直待着 也没回家 她姐姐给我打电话 爸爸弟弟咳嗽咔血了 哎呦 我吓得 老瓜子大了 懵了 那天多大 才有个七六七岁 那时候 她妈妈说 你看看她吧 我就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了 到医院了 她就这一看来看 带我说 你最好玩这个医院吧 正刚 她 她舅舅在那儿 她儿久 开车 还有她 她的伯伯 一块儿倒掉 这个医院 就那个时候 妈妈病了 她也病了 对 你回想 就这些年 妈妈走了之后 就你跟姐姐 还有爸爸 你们仨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面 你有没有让你觉得 特别难的时候 爸爸遇到过什么困难 会跟你们说吗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父亲是一个 特别坚强的男人 就是说 他心里有再多的苦 他甚至连朋友都不说 包括我们 他更不可能说 就哪怕自己再委屈 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边 自己喝闷酒 他也不说 每一次看着我们 都是乐的 我啥事没有 我很好 你们放心吧 我从小到大 就看我父亲 哭得最狠的一次吧 那是 我奶奶去世的时候 从我奶奶去世 到下葬之后 她就哭了一次 期间再也没掉过来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守着我奶奶 在灵堂里边 她八九点就回家了 我心里还挺纳闷 我说她怎么回去那么早呢 本身我父亲血压就高 再加上 谁失去母亲 心里也不好受 等到十一点多吧 我不放心她 我说回来看看 她自己就 躺在我们家 那个炕脚那儿 脸冲着墙 就可能有点臭的 我一进酒说 你怎么了爸爸 她就慢慢地转过头来 看着我不说话 我说你别让我着急 你怎么了 你别吓唬我 当时 我父亲就跟我说了一句 儿啊 爸爸以后没有妈妈了 跟我奶奶下葬完吧 我父亲就跟我说 不是爸爸不想哭 爸爸不能哭 包括你也一样 将来 等爸爸不在的时候 你也不要哭 因为爸爸不想看到你们 伤心不想看到难过 当时还跟我说 我对你奶奶 一点亏欠没有 我把孝道做到了 就从孝道方面来说吧 我父亲真是一个榜样 真的当时我奶奶躺在床上 跟我奶奶擦身子啊 换折胶布啊 有时候我奶奶吃喝拉撒 全在床上 真的我父亲都做到了 就是包括我小时候也一样 那一天我和朋友出去玩 小孩们往那时候玩小 十来岁 出去玩的时候 每一个小孩里边 手握都握着一个风筝 然后那天我就是 哎呀 也是感觉系里边特别委屈 我就回家 我爸爸做完饭之后 我们吃完饭 我父亲正在那里 刷碗吧 我就特别委屈地 站在那里 我说 爸爸我想要一个风筝 我爸爸说 你父亲要咱就买去啊 我说那风筝太贵了 一个风筝三十多块钱 换句话 我父亲 眼泪就流下来了 转过天来 我都没想到我父亲 回复买那个风筝 结果我父亲下班了 拿着一个 绿色的一个 一条龙的样式的风筝 给我带回来了 当时我 特别高兴 其实那时候 因为我母亲 从生病到去世吧 花光了 几乎家里所有的积蓄 甚至还有外账 都是父亲自己 每天 没日没夜地出去打工 一点点 挣出来 一个人得还欠债 然后还得养活两个孩子 对 姐姐好像那个时候 已经去工作了 对 她姐姐呢 已经刚工作 但是她的收入 也不算高 对 就勉强能够养活自己个儿了 对对对 因为女孩子嘛 她们的花销 也比较大点 爱穿啊 爱妈的 但是我的女儿 她不好穿 她知道家里的 那时的情况 因为她妈妈 得到癌症 化疗 又做手术啊 做化疗啊 又放疗 都花了 还继续 我们都说 长姐如母嘛 可能接下来的时候 也就会替家里 分担很多了 分担多了 哎呀 要不 女儿 女儿成委屈了 真的 那时候我穿的衣服 鞋子 全都是我姐姐给我买的 哪怕我姐姐 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这整个夏天 舍不得 给自己买一双凉鞋 买个半袖 都得给我买 她跟她的朋友 或者家人都说 我苦了自己没事 我不能苦了 我这个弟弟 爸爸刚才说 女儿受委屈了 怎么觉得 女儿受委屈了 因为 老师帮家里 帮着帮着 自己的 也没 也没所积蓄啊 没骂的 今天呢 儿子觉得 您可以找老伴了 您呢 想着自己的女儿 觉得 我女儿也该找对象了 儿子其实也大了 也该找媳妇了 我 找不找 都没事 我就恨不得 我就算老女儿 尽快地 自己有自己的归宿 好好生活 这都是我最大的喜悦 其实刚才 文浩说了 说 那个 您一直说什么 说哎呀 得等两个孩子成家了 您再找老伴 其实孩子们 还反而希望说 有人在您身边照顾您 那次那个 女儿嫁来了 也这么说 她说 爸爸 你要是结婚了 我们都就行了 我说怎么 我结婚了 你们都行了 您是老伴 你得带出作用啊 半开玩笑 半真的 和我说 有的时候就是 当您在这边 可能给自己找好了 你看孩子们 阿姨 你们认识一下 这个家里头 他们对您放心了 才能够大大方方 约会去了 要不然的话 孩子们在外 想约会 心里一操心 这个周末 我爸一个人 再或者正看着电影呢 想想 得给我爸打个电话 但是如果您身边 有个阿姨了 他们可以稍微放点心 这样他们就能够 沉下心来恋爱 找对象了呀 对 您身边就没有出现过 合适的人吗 没有 那么多人给您介绍 我都 没有见过一个 我都晚言谢绝 亲朋好友啊 介绍了 说 国琪 你去见见吧 我说不见了 谢谢 谢谢您吧 您为啥 见都不见了 就起码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见了 因为他那时候小啊 他七八岁 他母亲都走了 那个老话不就说了吗 有了后妈就有蝴蝶啊 我自己啊 打他或者骂他都可以 他都不外心情 您说那个我结了婚以后 我再说他 说狠了 他都不高兴 别说大了 大了 对不对啊 熊人的孩子早当家 但那个 西眼啊 他比咱们这一代人的早熟点 我还有偏见 说得狠了 我说儿子 你哪哪做不对啊 你明天该干嘛干嘛去 以后不许这样了 他就想了 哎呦 是不是我后妈说的 哦 您是担心 儿子对父亲有看法 你看你 我就怕他 娶了个媳妇 对我就不好了 而且就是小孩 可能还会有一个心理 就原本在家里没外人 你怎么训我都可以 但是你当着阿姨的面 你训我了 我觉得无地自容 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头 好像忽然一下就 没了面子 没尊严 但是大一点了 以后就会好啊 他满了18岁 您不就可以解脱 找对象了吗 对呀 不行 我父亲跟我说过 也是说 怕村里边说些话 你的儿子 女儿 你闺女孩子 都还没结婚了 你自己先点个老伴回家了 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你们二位 是得先结婚 你女儿才能够 顺利地嫁得出去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别人如果是介绍人 都会像查户口一样 了解家庭背景 一说弟弟没结婚 爸爸没结婚 然后就会觉得 一定是要养父亲老 父亲一个人的 对 所以就会觉得 他的负担很重 这就会导致 直接在家长那一关 被毙掉了 其实我说过 不用他们 我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 您当然可以了 身体这么好 一表人才的 就是想不通 您为啥不结婚 不为了孩子吗 不为了女儿吗 可是现在两个孩子 都大了呀 他妈妈 您走的时候告诉我 国旗啊 您要照顾好 就算儿女啊 您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 我要照顾好 一双儿女 而且是我自己 做到照顾好 他概念里面的 照顾好 是我绝对不会 让他们受 一丁点委屈 但凡有这个可能性 我都不让他出现 能看得出 妈妈在 在爸爸心中的 这个重要的地位 和影响 你看就是 我们会觉得 从小可能会缺失母爱 就没有妈妈在身边 可能性格会 多少有一些 内向啊等等 但是我看文浩 一点都没有 因为他的姐姐和父亲 已经给他 用爱包裹着 小心翼翼地 给他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世界 所以对他来说 他没有受到 这个事情的打击 这个家里 我觉得气氛担当 应该是爸爸 就像刚刚 您有讲到的 有一句说 爸爸有的时候会说 你看你妈妈上 天上享福去了 我自己拉着一双儿女 你们在家里 能够轻松地 聊起这件事情 和轻松地 看待生活 应该都来自于 爸爸在家里头的 引导吧 有的时候我就说的 别太悲伤 别太悲观 真的面对现实 咱们不也 过得好好的吗 以前你小 那么现在你大了 你应当 作为一个男子汉来说 你那得单亲来了 您什么时候会觉得 就是说儿子和女儿 一下瞬间就长大了 是觉得自己的妻子 走了之后吗 或者还是 等儿子再大一点 有一些什么事 触动您 觉得自己的儿子 长大了 就是我儿子吧 从小他爱唱歌 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说爸爸 我想比赛去 我说去哪儿 北京 我说去吧 去了以后呢 一唱歌 然后拿第二名 我跟他个心 那个激动啊 我说儿子 北京啊 好好家伙 骂人没有啊 我能忍得我这次 拿第二名 我感觉不赖胆 当时唱的是首什么歌 当时唱了一首 梦中的妈妈 去了一赏她 一唱歌 哎呀 我那个心里激动了我呀 最高最最 照我高兴的 美食客 觉得儿子 这一瞬间长大了 这些年的辛苦 没有白费 对 没有白费 特别听到儿子唱的 还是梦中的妈妈的时候 爸爸心里更觉得 老伴 你看 儿子出戏了 我没给你丢人 我把儿子培养得这么好 对吧 心里都那么强的 对 儿子就这些年 有没有做过什么 让爸爸特别感动的事啊 除了那个唱歌 那个 有没有特意为您做的 让您感动的事 我们今儿俩这个生日啊 他是七月初二的 我是七月二十二的 他自己的生日啊 不过 前面 他跟我 他说 爸爸 这生日要到了啊 换衣服 我说换衣服干嘛 幸亏 幸亏爸爸的生日 不用 这歪着 叫那个不错的 你的朋友们 我说 他真叫 是歪着吃的 真的 好嘛 我叫了几个 我那不错的 出去吃去了 上车 拉那个饭店门口 好嘛 他那个不错的 那些那个兄弟们 哥们 两边跟接那个 什么龟宾一样啊 我朋友连我一块都接 我那个天 我这个心情 好假 我说儿子 你也是干嘛 老爸的生日 儿子长大了 比老爸 不过生日 反正连服务员呢 带那个吃饭的 干嘛的 你都 哎呦 几个老父亲 可就相辅 你就家儿子 哎呀 以前我们都自己在家里过 我也不挣钱 还在上学嘛 对 全都是 父亲自己 花钱给自己过生日 那是我2019年 第一次 用我自己 双手挣来的钱 给我父亲过的 第一个生日 嗯 当时我心里感到 特别的欣慰 正吃着饭嘛 吃着吃着 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然后他们就问我 怎么了怎么了 反正我就说 你说如果母亲 要活了的话 你说我们一家人 在那一起 其乐融融 该有多好 反正我父亲 这平时啊 就是跟我们特别幽默 其实他自己内心呢 也是非常的 难受 我就说了 哎 咱咱不想他 他太坏了 一个大人 一个大女儿 扔给我了 他自己偷偷地 想服去了 然后哇一乐 就过去了 他把我们给 宏高兴了 他自己 把那个 悲伤给退下 就为了不知道 让你们姐弟俩 太难受了 大哥哈 就原来 孩子们还小 每一次下班 回到家 您知道 笨像的那个家里头 有饿肚子的小子 但是现在 两个孩子都大了 都在外地 您这下了班 笨回家 只有冷清清的厨房 您回家的时候 心里会有落寞吗 有啊 回家以后 我老叫做 那个 老人都划不出 我冷酷的量亢的 有的时候 我都想了 哎呀 这么着 找了个不错的 喝回酒 说说话 把儿子吧 和女儿都喊来 说说话 爷爷 爷啥 一直都是在问我们 反正我们问他的时候 我没事 我很好 甭吵戏 其实 我从小到大 我父亲一直是一个 特别坚强的男人 无论什么事 他就是 你们过得好就行 我会一直好 就把我们放在第一位 对 有多难受 心里是多大委屈 他都自己 哪怕一个人 静静地待在屋子里边 从不给外出 就是 儿子女儿 他们两个人 一直都是不放心您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放开手脚 去谈自己的恋爱 他们老这么催我 儿子现在不说了 儿子说 不行砸我老板吧 那个女儿回家也说 爸 找一个我们也踏实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 你们这么说 我把你们抚养大了 劲点 找一个走吧 有的时候 也是想起来是高兴 也是个好事 大又又一想 把你们抚养大了 你们把我走了 我心里有难受 最害怕的 有的时候 自己的心里会这样认为 认为孩子 给我介绍对象 不是为了让我去追求爱情 是为了让我少烦你们 别的人的家里是怎样 咱不管 您家绝对不是 您家这两个孩子 就是 是一心为了 要给您找到幸福 这个时候 我们再劝您 真不是说是把您当成什么 而是觉得 您不能辜负自己的人生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的颜色 您这个阶段的颜色 我觉得又得换成粉红色了 而不是就这个样子 真的是觉得 我必须得成一个老人 我必须得等着 儿子给我一个孙孙 让我养孙孙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现在心情 都没有心情 不要这样想 他们的结婚 快点 我帮我孙子 你嫁来了 几个汉爷爷 哪个汉老爷 有多好 那东西 那个肠门危险 非常幸福 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就是给我们 写这封信 就是说 一直想让您找个老爸 然后您也催他 我们也找到根了 就得从爸爸这开始 起到表屑之后有作用 从您做起 儿子女儿才能后来居上 给爸爸介绍的人多吗 挺多的 挺多的是吧 有的时候都找到我 有时候看见我 跟我说 很好 过来跟你说点事 我说啥事 大白您说 或者是大娘的 您说 你别老管着你爸 就是找后老伴 他找个后老伴 你们不跟你也松心吗 我说大白大娘 不是我管着他 是他自己真不找啊 我和我大姐 比我爸还着急了 再有给您介绍的 您出去见一面行吗 行 光见面还不够 还得给儿子汇报 见面细节 对 要不然的话 您要是骗了呢 行行行 我回去考虑考虑 努力啊 你去见啊 好嘞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吧 我们等您的好消息啊 好 有好消息 跟我们说一声 好吧 那行 非常感谢文浩和爸爸 来到我们节目啊 待会牵着爸爸的手 走过我们的幸福之门 我们那边有一架纸飞机 爸爸决定要去相亲了 您就把那纸飞机扔出去 好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 来一起去开启幸福之门 有请 从小母亲就去世的早嘛 她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和一个姐弟也不放心 您快点给我找个后妈 您说那个我结了婚以后 我再说她 说很了 我都不高兴 爸 希望您幸福 我和姐姐更希望您健康 平安 长寿 好的儿子 你也努力 好儿子 来吧儿子 你扔 好 你年轻应该扔得远 您看啊 都说父爱与如山 我觉得文浩的爸爸真的不仅仅是一座山 对 有父亲的那种粗犷 但是又有母亲那种细腻 对 就他们一家三口就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一定 我们来看这封来信啊 我们是十多年的好闺蜜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烦恼 困扰了我们很多年 我们俩都经历了很多相同的事情 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爱情的困惑和不解 我们两个也急于走出现在的泥潭 奔赴美好的爱情 是一对闺蜜来到我们的节目 但这对闺蜜特别有缘 她们碰到了同样的爱情难题 想要让我们帮她们解决 我们一起来有请这一对闺蜜啊 梁梁和杜夏杰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哈喽 你好 请坐 你们俩来信的时候啊 就说说你们俩都在爱情当中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你们两个人闺蜜都二年了 十多年了 我们俩是那个十多岁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上学嘛 然后虽然说不是同一个学校 但是是同一个专业 然后我们在那个一起演出的时候认识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们俩到底的烦恼是什么 就是觉得爱情上都会遇到困惑 还是说你们两个人恋爱都不顺 还是找不着男朋友到底是哪种类型呢 我们俩是属于都遇到同一种人 经历很相似 对 到现在为止就是都没有成 还是单身 还是单身 那种人有一个具体的描述标准吗 都是属于那种不爱情 就记得我大学第一个男朋友吧 他的性格吧 就是那种就很阳光啊 很帅气那种 然后情商又很高 会很会来事那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吧 我看他我感觉有点不太靠谱 他追求我的时候 其实我有拒绝过他好几回 但是他还挺执着 大概追求了我快有一年了吧 到最后吧 就沦陷了 那时候他对我已经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已经到那种 就是一开始我们吵架吧 就会冷战两三天 但是后来慢慢的 基本上就是他已经做到了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那种 我感觉这个世界上 可能除了我爸爸妈妈 可能就他对我最好了 那时候读的是本科嘛 就觉得毕业之后 我去他的家乡 然后那个他给我安排好那个工作 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愿意接受他 而且他对我真的是很好 但是就是突然间有一天 就是女孩子的直觉嘛 就觉得他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突然间 我老是忍不住对他发火呢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我就开始查他了 然后就各种找那个 学校用那种什么 各种社交软件APP那种 因为我通过对他生活的一些 各个方面的一些了解吧 连那个账号的名字啊 还有密码我都猜出来了 然后我就登陆上去 结果我就发现 他在上面就跟很多女孩子 哎呦聊得可火爆了 单独约他们私下就说 出去吃饭啊 聊一聊啥的 然后那个我看就感觉就很暧昧嘛 我一直以来就觉得 他是那种很靠谱 可能他对我很好 然后只对我一个人好 结果我看完这个之后发现 哦原来他不是只对我一个人好 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一气之笑就截图 用他的账号 然后发出来了 然后结果全笑人都看到了 然后那个女孩子也看到了 把他气得不行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 呃 向那个系主任给报告 晚上的时候就就罚他写 那个两千多字的一个 自我检讨吧 他写完之后就呃 打电话给我发牢骚 我当时想哎完了 我俩肯定就是在这么完蛋了 结果吧 他不但没有那个 对我有格好 反而对我更加好的那种 我应该是感觉到很幸福 但是反而觉得心里面没有底了 我觉得就很不贴切实际那种 然后我又继续地查他 然后第二次查到就是 那时候他快毕业 他比我高一届 他那时候就已经是要准备要出国 可能就不回来了 他家人给他安排 也是在国外工作了 他就一直隐瞒我 而且对我越来越好 就是他一直给我承诺 就是说我在国内吧 就是我这个专业 可能找不到很合适的 必须要得出国去进修读研 要不然以后很难发展 你要体谅我一下 我为了我们将来 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必须得这样子 他说很快的 就三年时间 我就回来了 而且中间我一定会尽可能地 每天给你打那个电话 视频 然后不会给你断脸 过年还会回来 就把我哄得可好了 那我就愿意就说 我就听他的了嘛 他就是一开始出国的时候吧 他确实像他所说那样 就是我每天给你视频啊 发短信啥的 到最后慢慢就是 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我就越来越难受 越难受我就肯定越查他 也是通过各种那个APP软件 然后看到他在国外找了三个女生吧 那三个女生是什么名字啊 然后什么血型 什么星座 来自哪个地方的 我都查得一清二楚 这三个女生是指他同时交往的对象 还是就是对象啊 对 他都已经在网上那个 跟人家用英文那个表白了 出国了以后 立刻谈情说爱 同时发展三个 对 国内还有一个您 对 那你最后知道了一些事之后 你是怎么跟他摊牌的呢 他可能就是已经察觉到 我知道他这个东西了 他到最后也隐瞒不了了 就直接跟我说 你放心吧 我虽然那个 在国外交这三个女朋友 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在国外交这三个女朋友 是因为我在国外 很辛苦压力很大 我在这边 环境很难去适应 我需要他们给我分散一下注意力 然后需要那个 他们给我一些精神上的辅助 就是因为他跟我摊牌 最后说这一段话 我就跟他拜拜 再不联系 但是当时确实也好难过 我都哭了一个多月了 你这一定的 每个人在经历失恋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是会 不同长度的时间 陷在一种悲痛当中 你就这一段恋爱吗 没有 这段恋爱 但是就是难过了有 将近快一年时间吧 等到我大肆准备要毕业的时候 我有一个哥哥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 妹妹呀 你有男朋友了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个 正好我这边有一个男孩 那个跟他是老乡 刚好家里面就是很着急了 要给他介绍对象 说他家庭条件特别好 人长得又帅 然后对人又特别有礼貌 啥啥啥的 哎呀我一听帅哥 我说去认识一下挺好的 结果我们那个见面那一天吧 哎呀人家他不理我 然后我又属于那种 你不理我我也不会倒贴那种 一晚上下来 我俩都没说过一句话 准备要走了之后 人家说哎加个微信吧 加上之后就再也没话 过了两天之后 他就开始那个 给我主动发信息 结果这一聊吧 聊的一发不可收拾 就就就就就好上了 好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嗯那时候有一次 我们那个排练 当时我一个同学吧 他就迟到了 一直给我打电话 叫我出去接他一下 然后刚好这个男孩子 在我旁边嘛 他就说啊你不用出去 你把手机给我吧 我出去接他 你就放心的 安心的在这排练 他一出去之后吧 哎呀人两人加上危险了 我都不知道 等到第二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俩在 那个朋友圈呢 聊得可嗨了 而且聊的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聊的 哎聊得很暧昧很暧昧那种 他们明明知道您也看得到 但没有打算去避讳 对按照男的 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你同学 那加个同学微信咋的了 我也没跟他干嘛呀 而且他也知道咱俩的关系 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啊 我直接那个跑到他家去 要求他把那个 我那个同学删了 他说不用删啊 干嘛要删掉他 都是认识一场 然后我当时也跟我那个同学说 我说要求他把我那个男朋友删掉 反正他们俩都不愿意删 然后我都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那个一下我没忍住 我就把他们家的东西都全给砸了 然后我们有大概有冷战了 有一个多星期吧 到最后他也是过来跟我道歉了 觉得男孩子不应该这样子 好像是没有隔阂一样吧 就还是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俩就交往的有一两个月了吧 他那个父母就来北京的时候 他就带着我去见他父母 然后他父母可能就是觉得 我这个专业吧 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他是他们家的独生子 将来需要找一个 不出门就在家里面 给他把家里面照顾特别好 特别好那种 当时就要求他说去相亲 他没有告诉我听 他要相亲了 一开始他是拒绝的 他父母可能就是一直给他施压吧 他就慢慢地就我邪了 然后相亲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女孩子 哇 条件也很好啊 瞬间他俩就好上了 还一起去那个去旅游去了 但是他们好的时候 我不知道骗我说 那个要出差啊什么什么什么 他不可能发朋友圈 但是那个女孩子 他发微博了 就被我找着了 然后我当时确实好难过好难过 然后就找他理论了 他一看我就是那么难过 那么生气 感觉有点对不住我吧 就回来 然后找我了 也没好多久吧 他就走了 他又骗我说 他爸妈要他去做什么什么业务了 然后那个要出去几天 结果那次就彻底地 人间蒸发了 但是他又不把我拉黑 就是打电话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直到他结婚了 他都没有告诉我 我当时好难过的 但是他也知道 伤得我快不行了 我俩当时就一起去了那个深圳 我俩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吧 治疗失恋 他没有正式地通知你我们分手 这个做得不体面 但是在你已经确认 默认你们两个人 已经是分手状态了之后 他再找女朋友 或者他再结婚 那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只不过就是说 他欠你一个交代而已 对 之后吧 他最后也有找过我 我都不理他了 他是在结婚后找你的吗 结婚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男士 他是明明都已经分手了 但是前女友他不删的 就如果前女友 你没有删掉我的话 就说明你给我留了一条 秘密通道 私下约会用 若干年后 还可以再敲开这扇门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不想去激怒 因为女人有时候喜欢 把这个删除拉黑的权利 留给自己 一旦对方先行使这个权利的话 可能激怒了女生 女生有可能会做出 其他的一些发疯的行为 比如说到单位闹 跑到家里堵门 去骚扰家人等等 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升级 所以我就留一个窗口 供你发泄 你说着说着 你也就不气了 我随你说 对女生来讲也叫做 你看你都没有删我 可见你心里有我 还是有我的 对 这两段就是相当于 对你打击比较大的 特别大 那时候我其实中间吧 我都一直在跟他沟通 就是除了忙的时候吧 他都尽可能陪我 要忙的时候 有时候不能见面 我俩都是微信 就一直都他陪我 我觉得虽然说 男孩子不靠谱 那最起码身边 哎呀还有个闺蜜陪着我 我都一直劝 过去就过去了 他来找你好 好码不吃回头草 绝对不能用 那你呢 第一次谈恋爱 可能觉得这个男孩 对我很好很真心 就是一般你说什么都 还是基本上都会去相信你 不会去考虑太多 那个时候 我谈的那个吧 年跟我一样大 感觉对我很好 他父母都很认可我 我也是很努力 想跟他好吧 但是呢 这个说的和做的 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有一次打电话 打到他电话 是一个老阿姨接的 我就问那个 他呢 我说您是哪位 他说我是他的妈妈 我说不对啊 他妈妈不是这个号 不是这个事啊 他说他跟我女儿出去了 他说你什么事 我说我是他女朋友 他妈让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问他点事 哎我想哪有一个女孩的妈妈 会自告奋勇地说我是他妈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 然后呢我就问男朋友的父母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 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怀疑 那个女孩还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说他天天跟我在一起呢 然后呢你这个早点离开他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问那个男孩 什么意思这个女孩 男朋友说让我不要理那个女孩 那我就没理呗 父母对我好不就行了吗 然后到过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他家 他父母说过年了 你就哪都别去了 就在我们家过年 然后呢过年前 这女孩的姑带着这个女孩 跟他一块要来家里 然后被这个男孩父母就一顿骂 这女孩哭着 然后就都走了 哎呀我就感觉很奇怪 我就觉得纳了闷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但是呢我就觉得吧 人家一家人也不认可你 你一厢情愿也没啥用啊 那我觉得这个男孩也挺渣的 你要跟谁好 你说明白呀 你不说明白 整这事 就肯定呢 我得默默地有个结果了 既然你们这对母女 这么喜欢这个男孩 要不我就送给你们吧 后来我就默默地离开了 就没再跟他们联系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孩 是一早告诉了 你们所有人 他选的是谁的 因为那个女孩能知道他的电话 女孩能给他打电话 都可见这一切都是男方的纵容嘛 男方都已经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直男而退了 我之所以自己不跟你说 因为我爸爸妈妈喜欢你 我不想跟我爸爸妈妈产生矛盾 所以就这最好变成两个女孩之间的战争 如果你就因此走了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你接完电话了以后 你没走 你依然在等着过年 都属于有证据 我才可能才会相信 没证据光说 我可能太容易被哄了 铁证事实了以后 我确实心里就知道了 心死了 他是没事实 也要找到证据 对 您是事实摆在眼前 我也不信 我也不愿意相信 你后面还有遇到这样的事吗 后来还有一个在丰台 那男孩吧 他手机喜欢倒扣 到哪儿都是这样翻过来 扣着放 哎呀我很奇怪 扣着放 有猫腻就翻过来了 手机倒着放就是 手机因为一来电的时候 他手机屏幕会亮一下 哪怕收到短信 你不可能一点提示没有 他就是害怕手机的屏幕 一旦亮 妻子会说 或者女朋友会说 谁的信息啊 对 就因为这个动作 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 必须得翻过来 看看里面到底 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 后来我在翻他手机的时候 看了以后就 居然有一条信息写着 老公你在干啥呢 我特别想你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如果遇到困难 你这个跟我说 我会帮你的 看到以后 我心里默默地想 肯定脚踏两只船 拿到手不说 然后呢 我在想 这到底演到什么时候呢 这国庆节了 十月一放七天假 你干嘛去啊 人家说那个 本来放假 跟领导还得出差 有事 那你有事 你就去吧 后来呢 过节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那干嘛呢 我今天在哪吃饭 然后拍了一个地儿 说领导说了 把那个事办完以后 我们订票就回来了 我说好行 回来以后 还是翻手机 我把手机打开 看里面的图像 我就看到国庆节 有拍的跟其他女孩 在一块的照片 跟别的女孩在过节嘛 那明显就去找她的嘛 我心里默默地 我就知道了 这切证如山算了吧 后来我就觉得 我怎么都遇到这样的呢 我也在问我自己 可能是我太容易 相信他们说的话了 当时您会跟那个男孩 会问他吗 会问他你 谁给你叫老公 以及这个女孩 跟你拍照的是谁 所以我不爱说话 我不爱说嘛 我就看他怎么做 其实当时看到 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也就知道了 他不愿意说 我就不问了 那你们分手 他知道是为什么分的吗 可能也会不知道吧 既然我看到了 我就不想跟他多说什么了 说了以后也是浪费时间 反正会分 你就直接告诉他 我们分手 不理他了 慢慢地就不联系他 就是属于我知道了 我知道就算了 我默默走了 你要想找我 你就会来找我 你找我的话 我再问你 可是你连找我 这个动作都没有 可见就我们之间 都不用再上演什么 我走 你留 你留 我走 再对峙这一些了 就不需要转身来测试 最后还有没有可能 那你不会难过吗 难过 其实之前那个男朋友 想回头 我能看出来 因为他觉得他脚踏 两只船的时候 他还是想留住我 但是我接受不了 我也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理论那么多 浪费时间 我很少跟他们 就大吵大闹 大吵大闹以后 我觉得不可能好了 既然大吵大闹的分手 还不如就这样分手 他属于我要优雅转身 但是我总觉得 你在爱情当中 是冷冰冰的那种状态 就感觉没有燃烧起来 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就 很生气 我确实很生气 我确实很抓狂 那个时候 我跟他也有吵 但是我跟他那种吵 不是说 就是声音大和什么的 我就发一个 你什么意思 你用这种方式 不想好 你是不是有点太阴了 做事也太不地道了 说了他一顿以后 发一个 你爱怎么想我 怎么想我 我就这样发给他 他的恋爱 每一段都是奔着婚姻去的 而且他的恋爱 好像都是一上来 先要搞定家人似的 你的恋爱就没有那种 不是立刻我们想结婚的吗 因为想结婚 我才见他父母 他是他引荐给我的 他还是想跟我结婚 完了 但是在相互的磨合的过程中 就发生了一些矛盾 遇到别的女孩了 产生这事那事了 可能就动了他了 不想结婚 我不会跟他谈 所以对于他来讲 他每个都是一上来 我得先看着 我就是奔着 你是我的丈夫 把自己也是要求的 我得符合一个妻子的人设 比如贤妻良母 端庄 在家里头作为怎样 刚好他遇到的男的 刚好就属于那种 就是我找一个 然后能把家里面 hold得住 然后父母安排得妥妥的 各个方面都很妥妥的 然后可以了 放在摆设就行了 然后我内心里面 我继续去追求我的东西 不影响我 老婆是老婆 外边是外边 我问你一下 冒昧地问啊 就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爸爸妈妈很相爱吗 我爸妈都很好 很相爱 我妈对我爸特别关心细节 或者做饭什么的 都是按照她的口味去 我爸对我妈也是照顾得很好 这个没有问题的 就应该是看到爸妈爱情的模样的时候 觉得我应该要结婚 对 就觉得婚姻这个事情很好玩 在一起过日子 两个人在一块互相是个支撑 是个伴 这个样子很好 那你呢 我一直有想去结婚 但是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都感觉就是 一开始就是也是冲着去 那个那个结婚的方向 结果吧 到最后太作 然后加上他们就是中间 会有一些女生出现吧 然后我这 我是肯定忍受不了 我一点就着那种 就脾气一爆发 她就觉得特别害怕 我觉得我这女的太恐怖了 你是不是从小被父母惯着 长大那种类型 是 对吧 家里面说一不二 然后爸妈都宠女都惯着 对 我说啥我父母都听啥 是不是因为你们之前的这些感情 导致你们现在 对于交男朋友这件事是有点恐惧的 有点 比如说今天他出去认识到一个男的 要跟他离我了微信 咋咋咋地 然后回来他也跟我探讨一下 分析123456那种 然后我要遇到什么不开心的 我自己就是拿捏不准的时候 我也跟他分析给他听 然后他帮我那个抉择一下 倾向于哪方面 这两个人已经约定好 我们彼此都不谈男朋友了吗 也没有 其实我们私底下都会相互想着给对方介绍男朋友 对 可能不适合我的会适合梁梁 可能不适合他的会适合我 这个也说不准 对 但是呢 千万不能再遇到像以前那样的错误再犯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他俩来就是问的 他们特别不解说 为什么就是 就老是碰到这样的人 然后想走出这样的泥潭 就走不出来 我是觉得他俩没有遇上什么样的泥潭 反而是他们因为特别清醒 才每一次在泥潭里头就是都绕过坑坑了 幸福他有的时候的标准 其实在于 我经历了一些 我知道了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比如就像您说的 我绝对不能接受一个人 不能够专心爱我 我们都是在爱的过程里头 测试了自己的忍耐程度 所以他们就是经过这样的一番自我认知 以及他们自己自得其乐 不觉得我的生活里头 必须得有一个男人来拯救我 或者填充我 我就这样我很快乐 我有工作 我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我有自己想去哪就去哪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 我还有一个好的闺蜜 所以人生其实现在不在泥潭里 他们的人生现在其实是 它是属于一个女人自得其乐 又相对自由的一个阶段 哪怕一个人做这个人间清醒 也好过两个人糊里糊涂地 在一个伤害和谎言的婚姻里待着好 没错 就是因为认清了这些人 你们才没有真的进入泥潭 对 要不然的话 等到真的嫁给了这些人之后 你再拔出来 那就是和谈恋爱是绝对不一样的伤害了 但是说实话 我是觉得你有点作 把人家的那个截图 直接发朋友圈这件事 就一个是侵犯隐私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把人家那个姑娘也拉下水了 源头是在这个男人 就是那些人其实跟你是不相关 我是觉得不要把不相干的人 拖进你们所谓的泥潭 两个人的事情就两个人解决 父母朋友亲戚 他们都是不相干的人 不要把矛盾扩大化 我觉得这个是在你日后恋爱当中 你可能需要注意的人 我觉得把伤害降到最小 其实是我们善待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谢谢你们相信我们 幸福来敲门啊 愿意分享你们的感情的困惑给我们听 那我们今天也是支了一些我们的招 就不知道对你们 有没有起到一些开解的作用 总之希望你们能够坚定信心 坚定底线 就是做最独立 最优秀 最完美的女人 然后我们不被爱情所困 有爱情的时候 我们好好享受爱情 没有爱情的时候 我们好好享受人生 这样我觉得也对得起自己 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解忧师家 然后你们两个人可以携手去 共同开启我们那一扇幸福之门 幸福就在不远处 我们俩是属于 都遇到同一种人 经历很相似 到现在为止就是都没有成 虽然说男孩怎么靠谱呢 最起码身边 哎呀还有个闺蜜陪着我 今天好感动 也好感谢 然后能来到这个平台 然后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困扰 在这里说了一下 然后虽然说我们以前 遇人不俗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不忘初心 坚持我们自己 最善良的那颗心 我相信我们未来 一定会遇到一个 我们所希望的白马王子 会遇到 一定要坚信 而且不能放弃我们的善良 对 去寻找 不会很久的 好 或者您有一些 解不开的心结 您都可以来到 我们的幸福来敲门 来到我们的解忧之家 说出您心中的烦恼 我们都会认真的去倾听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幸福来敲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